大家好,我是刘亦 这个季节的青椒特别好吃 而且经济又实惠 今天就用青椒跟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好吃,而且又简单的做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做出来酱香浓郁,鲜香入味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些青椒 最好是用这种本地的青椒 皮薄,而且吃起来清香味特别浓郁 接着准备半份的清水 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手搅拌化开 这样就形成了淡盐水 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再放入青椒,用手搅动几下 有时间最好是浸泡10分钟左右再来清洗 这样青椒表面的一些其他残留 就能够很好的去除掉 而且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 然后再多清洗两遍后 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把青椒的纸一定要去掉不要 最好是用刀切的方法 这样辣椒籽能够很好的去除干净 而且还不容易辣手 全部去除后再用刀拍破 然后改刀切成小段 这样烧着的时候更容易出清香味 而且又好入味 全部改好刀后装入盆中 接着准备大蒜几颗 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用刀拍破 然后切碎就可以 不用剁得太细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来调个关键的酱汁 小盆中放入半勺的黄豆酱 半勺的蚝油 一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的料酒 再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这样做出来 这个酱汁的酱香味就特别浓郁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底的水分先烧干 再关中小火 不用放油 下入青椒翻炒 最好是用半煎半炒的方式 把青椒的表面煎香 一定要放入少许的食盐 这样可以给青椒入底味 而且还可以煎炒出多余的水分 再次炒制的时候 吃起来更香 而且又好入味 所以青椒要想好吃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就炒 一定要通过提前这样扁炒下 大概40秒钟左右 翻炒至青椒表面成腐皮状 稍微发软 先盛出来 这时候就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接着锅中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再放入适量的猪油 用来炒素菜 吃起来味道就特别的浓香 油热后保持小火 下入蒜末炒出香味 翻炒至大蒜微黄 再倒入调好的酱汁 继续保持小火慢炒 把酱的香味一样炒出来 火候切就不要太大 要不然很容易炒糊 翻炒至色泽红亮 酱香味浓郁 接着倒入炒过的青椒 继续用勺子多翻动几下 把酱汁翻炒均匀 再倒入适量的开水 这个不需要太多 刚好没过青椒就可以 调味 放入少许的鸡精和白糖 中和味道提鲜味 适量的13香 盐就不用放了 用勺子推匀化开调料 然后把火稍微开大一点 保持中火 煮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 汤汁渐少 这时候一定要用少许的淀粉水 勾勾 这样青椒吃起来 就特别的入味 最后一定要开大火 翻炒个十秒钟左右 把酱汁翻炒至粘稠 这样青椒吃起来 又香又入味 然后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这个季节一定要吃上一些秋辣椒 味道不是很辣 而且清香味特别浓郁 不管是用来凉拌 还是炒都很好吃 这样一道鲜香入味 脆嫩爽口 开胃留下饭的酱焖青椒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